本台獎去到台灣都暴飲暴食 除了很多好食之外 還有很多食物都是吃到飽 很便宜的自助餐 台灣整體食物的收費 就算不是吃到飽都已經很划算了 但是今天我們吃的是更加之更划算的 之前介紹過火鍋 又跟大家掃過不同的奶茶 有雞呀吃呀 今次嘗試台灣的燒肉吃到飽先去片 最後一頓都來吃燒肉 嘩 這些燒肉才是老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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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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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超好吃呢 記不記得 超抵食就肯定好 台灣的打火鍋 燒肉真的可以吃到你狗為止 986-9800 就是夠多水的價錢 在香港吃一頓菜 所以 就算幾什麼都好 都會來台灣拼命 吃多一點 我給大家聽過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是沒什麼人 吃完之後 Full House 不得止 外面還有排隊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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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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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柴這間店都可以 我打算有點煽告 但不是真的有很多人吃 有很多當地的人吃 因為那些食物 沒什麼好似我們遊客來吃 這間店 好了 大家要留意我們的視角地圖 這一邊就是豪大大雞扒 看不到 一鬼一樣 然後出來 轉過來這邊 看見這間叫萬國老美 這個萬國老美 這條樓梯就是這個 不會讀什麼肉墊 簡單 其實在台灣 我很喜歡吃這些吃到飽 因為價錢非常非常實惠 而且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 可以提供給你選擇 所以去到台灣 我無論如何都會選擇一轉吃到飽 但觀眾又問我 去到台灣 又說要喝一杯豬奶茶 又要吃雞排 又要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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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的食物 拜拜